马上继续带您关心海绘台风最新洞向 在基隆的朝靖公园 今天设不少民众来观浪 那我们可以看到海边的风浪是越来越大 甚至海浪也是不断地打在这个岸边上 那激起了不小的浪花 甚至有人身体都湿掉了 那今天其实在基隆的北海岸 还有东半部的沿海 都有可能会有三米以上的浪高 甚至是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因此只要没事就别去海边跑了 以免发生危险 那既然带您看到海归台风 今天是持续发布海上警报的 至于陆上警报的范围 也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扩大了 那除了第一波的花冬之外 第二波扩大了 发布南头县、嘉义县市、高雄以及屏东 因此目前总共有七个县市 是被发布陆上警报的 那既然带您看到海温图的部分 海归台风在逐渐朝向台湾前进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目前在这个位置 那它前面的海温是有30度C这么高 那海温越高越有力它发展 等于它有可能会变得更强 变得更大 甚至它今天早上就已经出现了云卷风眼 那这代表什么呢 就是海归台风的海风眼将会逐渐的越来越清晰 因此它在强度以及结构上 也都会更加的结实而且增强 那带您来看到 海葵在朝向我们前进的时候 越来越强了 那它什么时候会碰到我们呢 就在今天的深夜 它就会先碰到了海景线 那到明天清晨 暴风圈就会触及我们的陆地 到了明天晚上的时候 就会登陆台东或者是往南一点的恒春 但目前是以台东的几率比较大一点 那到了明天的深夜 是笼罩台湾最多的时候 那一直到下周一它才会离开台湾 进入了台湾海峡的南部 但是这个时候暴风圈还在笼罩当中 那其实原本预估下周一到下周三 它有可能会滞留在台海的这个位置 或者是大回转回来侵袭台湾的中北部地区 不过这一型的路径预测好消息是 专家说如果目前的预估是它会放慢速度朝着中国前进 等于它不会大回转了那预估路景呢 最快可以在下周二的晚间来进行解除哦 因为下周二的晚间呢 暴风圈我们就可以正式脱离了 那接下来来看到台风架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部分 那明天礼拜日到底谁可以放台风架呢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暴风圈清洗几率图 像是它即将登陆的台东 以及它即将经过的台南高雄等等地区 这些地区呢其实暴风圈清洗几率都是有八九十以上的 非常的高 因此放台风架的几率就非常高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了 基隆跟台北其实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 不过呢因为其实台风并不是只有一个点前进 它是旁边还有很庞大的暴风圈以及外围环流 因此其实呢 礼拜日跟礼拜一就是它距离台湾最近笼罩台湾的时候 所以明天其实全台各地都是有机会可以来放台风架的 那尤其是首当其中的绿岛以及蓝雨 已经预估了明天的阵风可能会达到十级 也就是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 就等县市政府一声令下了 那台北市也即将在今天晚上八点会宣布 礼拜日到底要不要停班停课 那至于下礼拜一的部分呢 因为台风呢可能已经走到了台海的南部地区 因此呢主要是它的暴风圈或是外围环流会影响的中南部地区 可能比较有机会可以再继续放第二天台风架 那接下来带您关心雨量的部分 今天越晚呢各地的降雨就会越明显 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在北北基宜这些地方呢 雨量都是非常的大的 那甚至呢气象局呢也是在下午新增了南部地区的大雨特曝 那这则是因为呢台风来袭水气增加 加上午后对流旺盛主要是午后雷震雨的形态哦 那接下来呢到了礼拜日的时候呢 也就是明天呢可以看到台风呢晚上就会登陆台湾了 因为它真的非常近 东半部地区以及西半部地区的近山区 都是非常大的雨势 都可能会有好雨以上的雨量 那全台也是都有雨的 大家一定要再注意 那到礼拜一同样是台风距离笼罩我们的时刻哦 那可以看到雨区再度扩大 因为那时候呢台风已经到达了台湾的东南方这边 因此呢中南部地区的雨量也会来到好雨以上的等级 那一直等到下礼拜四台风远离之后呢 全台才可以雨量趋缓 但是呢还是都是有雨的状况哦 那接下来带您看到总雨量的预估哦 从今天开始到9月5号的总雨量预估 可以看到因为台风呢是从东南部来 所以因此东部地区一定是首当其冲的 可以看到像是宜花东的山区呢 都有将近1000毫米的累积雨量 那平地呢也大概都有500到700毫米的累积雨量哦 那接下来呢就是台北中部南部 那因为他接下来台风就会经过南部 不过还要越过中央山脉 因此呢雨量可能会比东部再少一些些 因此呢南部地区的山区呢 雨量大概是700毫米左右 平地是600 那其次呢才是比较影响小的 北部以及中部地区哦 因此提醒哦 这些雨量比较大地区的民众 一定要先做好防台准备了 马上带您关心台北台风的最新动向 带您了解到其实陆景 刚刚已经扩大发布了 包括南投以及嘉义的县市 还有高雄屏东 以及原本就有发布的花东地区 7个地区都已经纳入了陆景的范围哦 带您关心最新的状况 那接下来带您看到陆景的部分 因为先前啊海归台风说啊 路径一变再变 不断的往南修正 接着啊又说会在台湾海峡部分大回转 二次登陆台湾是吓坏了所有人 但是还好最新的路径预测有好消息了 我们带您看到啊 其实啊它在今天晚上 就会碰到我们的海景线 那在明天清晨的时候 它的暴风圈就会触及陆地了 那到明天晚上呢 它就会登陆我们的台东或者是恒春哦 现在还不确定 那到明天晚上的九点呢 会是它笼罩台湾最多的时候 那到了下周一 它就会离开台湾 进入台湾海峡的南部地区 那原本呢是预估下周一到下周三 这个区间呢 它有可能会滞留在台海 或者是大回转回来清洗台湾 但是因为现在最新预估比较明朗了 专家说啊 目前它发现应该是会放慢速度 朝着中国前进 因此不会回来再袭击台湾了 因此它预估啊 陆景啊在下周二的晚间 应该就可以解除了 等于南台湾以及台东的雨量 可能可以少一些些了 那带您看到今天最新的海景是持续发布 那陆景是扩大到了7个地区哦 请这些地区的民众都一定要在注意了 那带您来看到台风架的部分 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 像是台东屏东其实暴风圈的 侵袭几率都是有超过90%的 那至于台南高雄呢 也是有90%左右 毕竟台风就是从台东登陆 一路直接贯穿 因此这些地区都是很有机会 几乎可以说是一定会被暴风圈 给笼罩到了 但是呢我们看北部地区 像是基隆以及台北暴风圈的 侵袭几率就不到30%了 也就是说呢 放台风架几率可能比较低一点 但是因为呢台风也不是只有这一个点 它是一个外围环流都会影响到台湾 因此其实明天呢 因为台风距离台湾真的非常近 全台各地外围环流都会扫到 代表全台各地都有机会可以来放台风架 但是等台风再逐渐的到台海这边去的时候呢 下礼拜一可能就只剩下中南部 可以放架的机会比较高了 海亏台风都逐渐逼近台湾了 相信今天在北部地区的民众 应该已经开始有感了吧 但您看到像是新北中和 今天就已经下起了 大雨下不停 那像是呢 高架桥就出现了积水的状况 那甚至呢 车子开过去都有水花给溅起来了 那带您来看到雷达回波图 为什么北部会先有雨势呢 带您来看到 因为呢 这个海亏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 带来北部以及东部的雨势最大的 因此今天在北北基宜 都持续的发布这个大雨特曝 那再来带您来看到 其实今天上午呢 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发布海景了 那今天上午呢 又增加了一个范围 就是在台湾海峡的南部这一块地区 那甚至陆景的部分呢 也是重新发布了 花东地区这两个地方发布陆景 那在今天下午一点的时候呢 海归台风是位在俄伦比的东方 490公里的地方 那持续的向正西方来进行前进 那可以看到 他正西方就是一路朝着台湾的 中南部南部地区来前进 那他目前的暴风半径呢 是150公里 但这样就预估啊 他在持续的海面上面前进的时候呢 因为吸饱了水汽 他有可能再度的增强 加上暴风半径还有可能再扩大 甚至他登陆之前 登陆我们台湾的东部地区之前 他可能会有一些滞留转圈 速度变慢的状况 因此今天晚上呢 预计他就会先碰到我们的海景线 那到了明天清晨呢 暴风圈就会触及我们 东部地区的陆地了 那到了明天晚上呢 他就有机会可能会登陆台东地区 甚至是往南一点的恒春地区 都有可能哦 那到明天晚上的9点的时候呢 会是笼罩台湾最多的时候了 那等到下周一 他才会进入继续往西走 进入到台湾海峡的南部地区 但是你别以为他已经走就没有影响了 下周一到下周三 他有可能会有速度变慢的状况 然后持续缓慢的朝中国前进 因此目前呢 还没有办法确定这个雨势是会下到什么时候 那专家预估啊 陆景有可能会在下周二解除 那至于下周五呢 整个台风的影响才有可能来到结束哦 那至于台风价呢 大家也很关心 明天全台各地都可能有机会可以放到台风价 不过呢 下周一中南部地区更有机会可以续放台风价 因为他等于是横穿这个中南部地区的陆地哦 那接下来您看到雨量的部分 今天其实呢 越晚呢 各地降雨就会越来越明显 像是北北基一就持续发布大雨特报 可以看到这一区就是雨量非常的多 那至于中南部地区的这一区雨量非常多 是因为午后雷震雨的部分了 那随着台风逐渐接近到今天入夜之后呢 东半部地区可以看到雨是有增加的状况 那到了明天白天呢 也就是周日的白天 海葵台风是登陆了我们 海葵台风即将登陆我们的台东地区 因此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呢 雨是非常的大 都会有好大雨 甚至好雨以上的等级的雨量 那全台也都是有雨的 雨的雨量的大小是从东部一路往西延伸 那接下来到了明天晚上也就是周日晚上哦 海葵台风基本上是已经笼罩台湾了 那可以看到它的雨区哦 也扩散到了这一个东南部地区的这个地方哦 可以看到东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的雨量 都可能会有好雨以上的等级 所以当地的居民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 那其实除了周日以外呢 雨区非常的大 那周一呢也是影响非常剧烈的 周一呢也会像是周日晚上的这张图一样 甚至呢南部地区会再往北移扩大一点点哦 那一直到下周呢状况才会再好一些些 那带你来看到啊 其实墾丁哦 现在呢已经开始预警性的封闭沙滩了 可以看到因为墾丁的风浪已经开始增强了 那甚至啊除了沙滩不能去 还有活动也都很多取消了 带你来看到啊 其实台湾的11个国家风景区 部分的景点都有封闭的状况 像是龟山岛啊和欢山太平山啊 像是日月潭的各个步道 或是北部的北海岸 白沙湾潜水湾等等 这些地区没有全部列出来 但是这些地区大家常去的地区 都是这次封闭的范围 请大家有出游的一定要再多注意了 那为什么封闭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风浪真的很大 今天下半天开始 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台湾 风力就会不断的增强 可以看到说东北角的 中央山脉以及花东沿海 还有最南端的恒春 瑜伽南一带 其实呢都会有10级以上的强阵风 带你来看下一张图 那其他地区呢 可能也会有7到9级风的部分 一定要再多加注意强风的部分 那至于长浪的部分呢 其实今天在小琉球 蓝宇都有观察到了 2.5公尺以上的大浪 那至于俄罗比、花莲、苏澳 也是达到了长浪警戒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台风中心的浪 是有达到8公尺高 但是呢 它这个4公尺高的线呢 也是碰触到了台湾的东部地区 因此其实今天 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 可能都会有3米以上的浪高 那到了明天可能就会更高了 来到4到5米的浪高这么多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